AZ无线传输风速剂操作说明 标准包装内均包含风速剂、电池与说明书 可另行购买选配的风罩组继可伸缩式延长棒 准备的第一步是将您手机的蓝牙功能启动 接下来在APP商店寻找名为NiceFlow的免费APP并下载与执行 允许APP在执行期间有取用手机多项功能的权利 将4个4号电池装入主机背后的电池槽中 注意电池方向要正确 按下主机上的电源键即可将无线传输风速剂启动 您可以将风速剂固定在可伸缩式延长棒上 也可以将风速剂装入疾风罩中 不需要手动输入出风口面积 您也可以将疾风罩固定在可伸缩式延长棒上 将风速剂开机并打开NiceFlow APP APP会自动扫描附近可辨识出的NiceFlow 无线风速剂最多5台风速剂可被同时显示于首页列表上 首页列表的内容包含序号 可编辑的设备名称 然后是各参数的读值 最后是低电量符号与疾风罩图示 按下首页列表右上角的新号可挑选在首页列表能被呈现出的三数 此功能可让您只针对想比较的参数做呈现 当再按新号一次可进入参数挑选的画面 点列表的任意台就可以看更详细的资料 使用前 建议可按下设定键完成必要的设定 包含有可输入共6码的数字与英文字母作为风速剂显示于APP时的名称 也可设定风速剂及APP要呈现出的单位 最后可输入湿度调整值及大气压对二氧化碳测量的补偿值 每次输入后请务必要点选APP上的OK键 选择APP右上角的照相机 将手机对准想拍的出风口 出风口照片与所测量的值就会集结在照片上并自动存档 如在无使用及风照的情况下 必须点选风量显示那一栏先做面积的设定 面积的设定有三种格式都相当方便 时间平均或多点平均都是相当重要且常使用的功能 按下APP上Start图号就启动记录 按下Stop图号就停止记录 一旦停止记录APP就会自动储存所登录下的平均值 点选资料夹图示来进行自动存档资料的阅读与分析 请输入风速继续号或您知道的存档档名 在报表列表呈现后 可以点选报表浏览资料 报表上方是统计值 报表下方是一笔笔详细资料 在报表列表页 可以点选档案并以CSV的方式寄出档案 可以重新编辑档名 也可以点选不需要的档案并将之删除 祝您观看愉快 若有操作上的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